种瓜得瓜,种爱得爱 这一期我们勾制一款爱心小盆栽 丰富一下我们的桌面 当然,做成小挂件也非常可爱 首先环形起针 第一步编织爱心的部分 后面锁一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绕线圈,编织一个中长针四针的枣形针 勾针绕线,穿过线圈,将线勾出 接着同一个位置再重复勾三次线 最后勾针绕线,将线一次性拉出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一共勾制六个枣形针 六个枣形针完成之后,接着收紧线圈 最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中长针三针的枣形针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再重复编织三个枣形针 每个枣形针后面锁一针 这样在锁针的空隙处,一共编织四个枣形针 然后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四个枣形针 每个枣形针后面锁一针 四个枣形针 四个枣形针完成之后,接着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同样编织四个枣形针 四针结束 在最后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第一个枣形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样完成一个爱心枝片,我们利用同样的方法勾织两个枝片 接下来我们将两个枝片拼接固定 首先编织一个锁针 在对应的第一个针目上挑两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扭转短针 首先将钩针穿过针目,将线勾出 接着将线逆时针旋转一圈 最后绕线,将线一次性拉出 后面继续 在对应的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扭转短针 环形编织一圈即可 同时在织物内装入填充物 两个枝片拼接至末端 接着在最后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最后断线,将线隐藏到织物内 爱心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叶子的部分 首先锁编起针 然后编织13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的背面,条里扇了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编织的同时 我们在织物内加入锡铁丝 接着在下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中长针 后面按顺序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一共勾置六个长针 六针结束 后面按顺序编织两个中长针 在下一个锁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锁针上编织三个短针 转到另外一侧 后半部分对应前面的针数 重复编织 另外一半完成之后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最后断线 将线编绕包裹在剩余的铁丝上 叶子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枝干的部分 织干完成之后 我们将爱心固定到顶部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花藤的部分 首先缓形起针 然后绕线圈 编织七个短针 七针结束 收紧线圈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 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两个短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七针 编织十四个短针 第二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 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继续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七针 编织21个短针 第三圈结束 第四圈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针和第二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继续 每隔两针增加一针 同样增加七针 编织28个短针 第四圈结束 第五圈首先锁一针 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 进行编织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勾织28个短针 第五圈结束 第六圈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短针的针角处 编织一个错位短针 在第三个短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四个短针的针角处 编织一个错位短针 我们按照一个短针 我们按照一个短针一个错位短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六圈结束 第七圈首先锁一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角处 编织一个错位短针 在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短针的针角处 编织一个错位短针 在第四个短针的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二十八个针目 第七圈结束 后面重复前面这两圈的花样 一直勾到第十三圈即可 第十三圈结束 第十四圈首先锁两针 我们在前半针上挑一根线 进行编织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长针 一共勾织二十八个长针 第十四圈结束 最后断线 隐藏线头的部分 花盆的主体完成之后 我们利用卡纸 剪出一个小圆片 放入花盆底部 接着再编织一个圆形质片 作为泥土的部分 圆形质片的勾法 与花盆的底部一致 注意中间的线圈 不要收得太紧 最后需要留出线段 作为缝合用 接下来我们将质片 固定到主体上 利用卷针缝合的方式 进行拼接 支片缝合到末端 留出位置安装支干 并在花盆内装入填充物 花盆与支干固定好之后 我们这一款爱心小盆栽 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